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担心也是随着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担心 但是有关于孩子人身安全这件事的担心 我觉得是从他出生 没错 到我走 没错 我都是持续的在担心 那从这个去年的Me Too 然后到后面一直引发非常非常多 其实造成很多父母亲的焦虑 里面也包含了一项就是儿少的性影像 是的 尤其现在在3C数位时代 越来越容易有这样子的一些影像被记录下来 然后被外流 那这些对于孩子们的伤害都有可能是一辈子的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非常开心 我请到的是卫福部保护服务司的副司长 郭采荣副司长来跟我们聊聊 如果我们真的碰到这些问题 或者是现在在政府的角度到底可以怎么样保护我们 我们可以怎么去做来做一个全盘的跟大家的说明 那今天在这里先欢迎采荣副司长 大家好非常高兴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个儿少性影像的这个事件 如果真的遇到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面对 其实一直都在一直我们都很关注就是跟防就是儿童跟青少年的一些性犯罪的防治 但是现在似乎真的就是儿少性影像的散布这件事情 它已经变成重点中的重点了 没错其实任何对于这个儿少的性犯罪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对儿少的伤害是很大的 那为什么最近大家会特别focus在这个儿少性影像呢 其实最主要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说这样子案件的增长的速度非常的快 我们如果以过去的这六年来看 我们这个儿少性影像案件在106年的时候 其实只占我们的通报案件的52% 但是到了去年已经要升到占了87% 好可怕 也就是说我们几乎100件的通报案件里面有87件 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案件 所以它增长的速度太快了 而且哦这个是比例增长这么快八成七 如果以数字来看我看到手上我手边的数字是 一年当中就有将近3000件 是的而且趋势还在往上 那我想这跟刚刚童文这边提到的 就是我们的手机的运用啊 还有网路的这个快速的传播五眼佛界的这个特性 其实是非常有关系的 好但是 好像没有办法避免 因为现在就是一个数位时代 我们的孩子就是数位原住 对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要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 当然在家庭这个部分 我们必须 以我们父母亲来说 我们要不断的从孩子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要告诉他 你身体界限的重要 当你使用到手机 或是在你过来交友的时候 然后你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这是一部分 但是有一些其实是 嗯 你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那你可能成了不知情的受害者等等 所以这个是我们 我们这边可以讲一些 我们可以教一些 但是站在政府的角度 我们要防治的重点可以是什么呢 是的 其实刚刚除了这个量的增加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重点是 他对于这个儿哨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网路的特性哦 你一旦散播出去 即便现在已经下架 你都没有办法确保说 这一辈子他完全 不会再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哦 所以我们在防治的重点 一个当然是就像你讲的 我们教教导孩子要自我保护 还有知道那个界限之外 其实重点是每一个人 都要进到自己可以防治的工作 尤其是父母 那父母除了教之外 重点是说 如果孩子遇到这样的事件 千万不要第一时间就去责骂他 因为越骂他越会不敢讲 那越会用自己错误的方法 去面对这个问题 那就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 那还有我们周遭的每一个社会大众 其实都可以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 因为以最近的这个新闻事件 大概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中有一个样态 是属于把它当成一个商品 对 就是你不晓得的情况之下你可能被偷拍了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偷拍的东西 就变成一个商品化 因为这个是有市场的 就代表有供给有需求 那所以其实政府要做的是 阻断这样子的一个犯罪的产业点 嗯 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再多聊一点 就是说到底现在阻断的成效如何 那当然我们先来讲 就是刚刚有说到有几个重点 三步吧 不拍不传不持有 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真的从家庭教育就要开始 就你不是只有告诉孩子怎么保护自己 你也要告诉孩子 当你如果有看到这样东西 或是收到这样东西 你要怎么做 这不只是一种尊重 也是法律上其实是规范的非常的清楚的 是的 那我们既然讲到法律 呃 现在政府也有相关的法令 而且持续的去修正相关的条文 那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 我相信在这一两年的新闻当中 大家很常看到这个法 那这个法到目前为止 我们修正到什么样的程度 它的实施对于防止这些儿少性影像的传播 呃 有什么样实质的效果吗 OK 我们在84年时候 其实有一部法叫做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 可是到了104年 就变成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 呃性影像的案件其实就被包含在这里面了 那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去处罚那个行为人 对于被害人 我们也纳入这个法的保护 那另外我们知道说性影像很重要的是要赶快移除下架 好 因此呢 我们在这几次的修法当中 我们去年就成立了一个性影像处理中心 那所以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一个事件 呃 请直接跟性影像处理中心来申诉 那我们会尽量的来跟这些这个网络平台 请他们赶快先移除下架 然后也保存保全相关的证据 那后面就会有警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介入的行动 这样子 我想问一下像这样子的一个应该是跨 跨部会也跨 跨应该怎么讲 比如说您是卫福部的这个保护司 对对保护服务司 那这一个专线这个平台 它是谁在 谁在管理的 其实卫福部 是卫福部吗 卫福部委托NGO 呃来成立这个性影像处理中心 那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呃民众 或者是说被害人申诉的一个窗口 好找到人 因为呃其实按理讲 应该是我们有22个地方政府 那很多被害人的服务会在地方政府 但是呃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就像113保护专线一样很好记 我们这一个处理处理中心也是一个受理申诉的一个单一的申诉平台 民众很很容易去接近 那他申诉了之后呢我们就用这个单一窗口来提供服务 那这个是卫福部委托的嗯好那第一个大家如果真的有遇到这样的双况的话想到应该是报警 是所以如果我从我报警从警方这个地方他会帮我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影像传播出去的立刻阻止或阻断吗 如果是报警的话呃警警方大概会去处理的是犯罪案件的侦办好 所以是针对行为人的宿罪但是他那个影像还在网路上啊 那当然我们呃我们会比较期待说你要有具体的那个网址那个网誉的名称 被害人手中一定会比较容易知道说那个网誉的名称是什么网址在哪里 直接贴到我们这一个呃申诉的平台把那个网址贴上去 有也一个案件也有可能有五个网址十个网址那每一个都把它贴上去 我们就可以逐案的来处理 所以意思是说我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要先做这个动作比较好吗 呃对啊当然你报警的话警方也我们也有跟警方那边做 警方是不是我我认为说他是不是应该会诊一下 就是说我去报警那警方在同时受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 赶快的来帮我做这件事情因为一定不是很多人知道这件事 当然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东西就是让大家知道 但他没有会诊吗 呃警方当警方会告诉被害人有这个资讯 但是警方如果帮他填可能会填错 因为里面有太多那个私密的影像或者网址 被害人有可能也不想要直接让那么多人知道 所以如果有一个这个申诉的这个平台 他直接知道有哪些网址他直接贴上去 这个方式是最好的 所以他会在警方受理这些案件的一个SOP里面 他也会提供 因为我们还是很怕大家不知道 所以呃但是大家会知道去报警 那如果报警是有警方会告诉大家说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性影像的防治的 今天礼拜二亲亲我的宝贝我们今天很重要很重要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NGO或是有一些团体他们是在做这样 因为过去我曾经访问过一个律师 他有一个当事人就是国中生 那他就是有这样的事情那当然那个爸爸妈妈因为第一时间可能跟这个律师本来就有合作 立刻打电话问律师说我孩子碰到这个状况怎么办 律师就带他们说我们赶快先报警 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立刻去因为这些影像的散流散布很快 所以要赶快的来做这个呃性性影像的这个阻断呃从网路上移除 那他就跟我诉我说有几个呃团体他们其实有在特别针对这帮忙 我说这个东西缓不计几吧每天有这么多东西 他说没有没有他们特别针对未成年他们会特别快去帮你 所以原来我们的卫福不保护服务师呃在合作的这个平台 其实就委托这几个人就做一个全面的来保护对不对 嗯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大家要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呃性 我们再讲一次他叫什么性影像处理中心 所以我们上网如果我们真的有需要我们上网打性影像处理中心 他就会跳出来所以就像您刚刚所说的 如果呃手上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些呃自己受害的影片的网址 我可以直接贴上去就会有人来帮助我是好这个很重要 第一个那再来我们就来看就是刚刚有聊到很多呃 呃法定通过之后其实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努力 应该有些案例可以分享包括刚刚我在请教副司长 就是说到底现在比如说在八成七的这些呃这些案件 案件去年将近三千件的里面到底各各种比例各种类型占了多少 这样子那从这个方法我们从这些部分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去防读 呃详细的比例的数据我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讲但是几个主要的这个类型哦 一个就是呃这个以那个买卖为目的啊这个等于是一种市场化的这种商品啊这个偷拍 然后把它放到某个犯罪的平台上面然后供大家去点呃去购买啊选选购的这种好这是一种样态啊 这是市场化的那第二种呢其实啊啊比较是诈骗的哦那诈骗的最后的目的也是为了钱也是为了要买卖为了赚钱 那这个诈骗的手法有一种是情感诈骗就是假装在跟你谈恋爱在网络上谈恋爱 然后就骗取你的这个裸照私密照哈那之后其实就把它拿出去贩卖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视讯裸聊哈那其实之后就是呃把你裸聊的过程当中也也许就被人家拍下来 那之后就拿这个来要挟你必须付出更多的金钱哦才能够换回去 所以这样子的案件哦连男性也有哦嗯那呃大概就是那还有一种就是校园内的 校园内因为小孩子其实呃现在手机呃很容易就拍来拍去啊传来传去 嗯他们都觉得这是好玩他没有意思要去伤害他的同学可是可能就是八卦啊就散来散去 但是殊不知他们其实很容易就掉进了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的嗯这个这个罪了哦 那所以这位对他们未来其实都是很很大的一个影响不论是对于行为人也好 或者对于这个被害人也好嗯所以这些都蛮重要的而且都是呃我刚刚一直在跟副长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根本就应该落实到国小教育 我说的是要让他们知道儿少性剥削防治法里面有哪些行为是处罚的哦 因为呃我就我就觉得小孩都念什么宪法念一大堆宪法其实大部分时候他不会用到对 哈哈我认为啦我认为啦除非他将来长大要在这个深读法律的话 但是跟我们自己息息相关的一些法尤其是跟儿少相关的啊比如说你你都会一直告诉他们你如果你被家暴要打一一三是 那如果他有一些这些的这些呃观念啊比如说儿少性剥削防治法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不拍不传嘛 对不持有嘛连持有都是有事的哦有罪的哦对可是孩子们不知道我刚刚讲的那个 呃爸爸妈妈赶快找律师说孩子出事就是他孩子是有持有而已可是他被被供出来 就是去找到了一个呃当初传的其中的一个人 然后他就说哦我传给哪些哪些人所以他就觉得我只是有而已啊可是也有事 嗯所以他们这些事情其实孩子们是不知道的要怎么样让他们知道我都觉得是不是应该从小学教育就应该有啊没错 本来那个单纯持有就算人家传给你你你你也没有传出去光是这样子一个持有我们去年修法已经把它变成说本来第一次被查获的时候是行政法好那后来已经变成呃把它变成是刑事法了对但是原来的刑事法顶多是一年嗯的有期徒刑 嗯就是因为某些社会事件发生之后发现一年的刑度还不够嗯所以现在提高到就是呃明天会在做法案的协商也就是说这个刑度会提高你最后可能要连这个缓刑嗯或者缓起诉都有困难嗯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现在所以现在包括说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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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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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我们就做一些懒人包 还有一些宣导影片 那我们就运用我们部里面的一些FB LINE的这个官方账号去加强宣导 那其实我们各部会也都 因应这样子一个社会需要 其实各部会都有自己的通路 就是大家一起去做这样一个宣导工作 那另外我们的这个儿哨性影像 处理处理中心 我们也提供这个全年无休的服务 那每天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 那也会提供这个电话的这个服务的咨询 所以它并不是只有网络 它也是有电话可以打 然后打这个时间 它是现在上面是写全年无休 每天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 对 真的啦 每天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 但是每一天都有服务 真的喔 这个非常辛苦 可是确实你应该想想看 就是当被害者 他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影像 被人家拍下来 然后外流在那一刹那 他其实是非常惊恐的 他希望所有的这些影像 可以在这一秒就消失 如果在这时候打电话找不到人 或不知道打招给找谁 我觉得那种惊恐真的是 你很难想象喔 所以真的需要有这种全年无休的处理中心 而且他的处理权限要够大 我说的处理权限就是 他不能只是 如果是 我绝对认为这个东西是要由政府带头做的啦 你才能够从网络去截断 只是因为前阵子的这个购买的这个事情 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网络 他可能是从台湾的部分我们拿下来 可是可能有一些地方是没有办法 境外没有办法处理 这个部分其实可能还是需要 政府跟这些民间比较有经验的团体 在继续努力 是的 这真的是很重要的 那还有我们来看到的就是 为了要让大家更了解 不是让大人了解而已让小孩也了解 其实你们也有做一些活动 希望能够深入基层 包括有一些这个针见活动等等 对不对 是的 我们今年特别举办了防治散步而少 性影像的短影音的针见活动 我们希望透过这种 时下年轻人习惯的这种 阅听的这个形式 那让同学们或者是 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参与 脑力机档来创造 制作这个相关的这个短影音 来参加我们这个竞赛 所以你看到我们在画面上 现在我们在YouTube上面 就有这个相关的资讯 针见的主题就是 如何防治儿少性影像的散步 它主要是以短影音的形式 对不对 然后还有分国小组 国高中职组跟社会组 没错 那这个针见日期是到7月31号为止 而且有奖金 还是要用钱来吸引大家 所以奖金总奖金有42万 所以就是欢迎大家 包括家长可以带着孩子 家长如果不知道说 怎么跟孩子启齿讨论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非常好 而且我们还有教学影片 我们这个官网上面 还有一些demo的影片 对 所以家长可以带着孩子 说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比赛 制作短影 他们可能也觉得很有趣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们这样的知识 就认识了这个方法 对 所以同学们 家长 老师学校都可以鼓励孩子来从事这个针见 那在这个过程中是真的把这样的一个概念给告诉孩子们 这或许就在我讲的就是说你把它放到课本里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应该有同样效果甚至更好 因为它是更生活实用的 那最后是不是还是可以跟大家来呼吁一下我们一般人能做些什么 好的 我们要说终结性以下没有人是局外人 如果您本身是耳少 请记得不拍 不传 那即便你是自拍也尽量避免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你这个影片就会流出去了 那如果您是家长的话 请多关心陪伴你的孩子 然后让他知道这个网络存在的一些风险 那万一万一真的不幸孩子遇到这样的状况 第一时间请不要责骂他 那多给他一些支持 谢谢我们的卫福部保护服务师部